本视频由唐司令第71次报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至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 拉拉姐是个喜欢看爱情小说 靠幻想来获取恋爱甜蜜感的高中生 很明显会这样做的女孩就是没有谈过恋爱 拉拉姐就是其中一位 她从小到大总共暗恋过五位男生 第一位是自己的邻居兼男闺蜜的希儿 直到她成为大姐妈个的男朋友 后之后觉得拉拉姐才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希儿 没办法她只能将这份情感写成情书 然后封存在自己的礼物盒中 之后盒子里又多了四封信 分别是营地的肯尼 青年级的皮特 返校节的卢卡斯 模拟联合国的约翰 她从未打算寄出这些信 可能是因为不会得到就不会失去吧 凭着这份执念单身到了她的高二 直到和希儿分手的大姐妈个去年大学 你本该以为剧情会按照拉拉姐 会和希儿在一起的走向发展 实际上是小妹凯瑟琳 在没有大姐妈可开车的日子里 嫌弃拉拉姐不会开车 担心自己生命安全 以及看不下去二姐 天天和她泡在肥皂剧里 没有一点高中生的社交生活 于是为了推动剧情 瞒着拉拉姐把她的五封情书寄了出去 当时的拉拉姐在开学的第一天 遇到了她的死对头 吉和她身后的男朋友皮特 如果你记忆力不错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位就是拉拉姐 七年级暗恋的对象 第二天收到信的皮特就找上拉拉姐 与此同时 希儿也过来找拉拉姐 比起皮特 拉拉姐更加不想让希儿 知道自己暗恋过她的事情 她借机假装和皮特亲热 趁机逃脱在希儿视野中 来到厕所 却遇到烦孝节的卢卡斯 还好卢卡斯后来出柜了 所以拉拉姐不需要担心 卢卡斯这边的问题 尔肯尼和约翰的信地址 要么填索 要么没填 不然她又多了两件事情 现在她只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躲避希儿 第二 和皮特坦白 通过拉拉姐的解释 皮特解决了误会 不过此时的皮特 在想另外一件事情 女朋友及 她来心的男朋友 和皮特分手了 为了刺激及 然后又使她重回自己身边 皮特打算拯救拉拉姐 和她合作 反正如果拉拉姐 和她成为假情侣 希儿那边也不用解释和躲着烂 拉拉姐经过一晚上思考 决定答应皮特的计划 不过他们必须约法三章 第一 不可以接吻 第二 手指可以放在背后口袋里 第三 开车接送她和小妹 皮特也提出了要求 第一 她可以给拉拉姐写留言信 目的是为了刺激前女友 第二 要拉拉姐参加她的球赛和派对 第三 要参加滑雪旅行 拉拉姐有点迟疑 因为这个滑雪旅行 是很有名的破真旅游 拉拉姐想着 反正撑不到三个月后的滑雪之旅 就答应了 和皮特假情侣的日子里 确实有了很多改变 对凯瑟琳来说 她再也不用带安全帽坐车了 对拉拉姐来说 她再也不是学校里的透明人了 转眼间 她就可以依靠皮特的名气 成为学校的焦点 根据《约法三章》 她来到皮特邀请的派对 派对上 皮特对拉拉姐的特别在乎 着实刺激到了极 让极主动找皮特谈话 皮特提前带拉拉姐离开派对 嘚瑟他们的举动 已经成功引起了极的注意 但是拉拉姐却有点高兴不起来 之后的时间里 拉拉姐当皮特的假女友 他很快就融入到了皮特的朋友圈 皮特也很快被拉拉姐的小妹和老爸接受 而皮特也带上拉拉姐去自己家吃饭 因为拉拉姐从小失去母亲 和皮特的单亲家庭情况很像 两人也经常推心置腹地交心 讨论自己对父母的情感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就到有名的破真滑雪旅游 拉拉姐和好朋友克斯蒂 在操场无意听到极和皮特的对话 让她知道极和皮特还有联系 拉拉姐不开心 这份感情本来就是假的呀 他决定和皮特就此打住分手告别 这样他就不用参加他所顾虑的滑雪之旅了 皮特还在坚持 于是他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说自己好朋友克斯蒂去的话 他就去 因为他知道克斯蒂这个懒癌是绝对不会去的 克斯蒂知道后 为了拉拉姐的幸福 带上拉拉姐参加了 一切都和皮特的意 但是拉拉姐却有意躲避 在去的那天 他故意没有坐皮特旁边 导致座位被急抢占 晚上也没有参加他们的滑雪活动 而是和出柜的卢卡斯窝在卧室敷面膜 在卢卡斯的提示下 旁人都可以看得出皮特喜欢上了拉拉姐 只有拉拉姐还在纠结他的前女友的时候 异于点解梦中人的拉拉姐最后接手了皮特 给彼此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滑雪之旅 但是我们也小小了极的能力 他来到拉拉姐面前 透露皮特昨天晚上去了他的房间 还透露皮特和拉拉姐亲热视频 把他发到网上 让拉拉姐十分尴尬 拉拉姐顿时失去理智 不听皮特解释 伤心回到家中 发现大姐妈哥回到了家 家人是拉拉姐最好的港湾 她对自己姐姐进行了坦白 姐姐帮她处理了网上的视频 然后小妹凯瑟琳也主动承认 这些情书就是就是她记住去的 其的拉拉姐只想打人 爸爸也主动带着拉拉姐去餐厅 听了一场她过世的老妈最爱听的歌曲 在家人的鼓励下 拉拉姐也想通了 影片的最后 她来到学校找到皮特 这次在听完她的解释之后 她知道皮特那天去吉的房间 是要和吉做最后的告别的 两人最后握手言和 幸福快乐的在一起 所以说单身的你 不要再和你的幻想谈恋爱了 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 然后继续单着吧 好了今天就废话到此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 咱们下期有见有散